有我所爱 任我蜂云 对整W的轻讯 是的 那么我们首先感谢极联赛2013赛季由AMD AMD合作伙伴三星笔记本 苏宁易购联合赞助 AMD至尊APO游戏首选 带您体验全球顶级赛事 极联赛官方推荐装备 三星535U笔记本以及更多AMD平台 苏宁易购超值优惠中 详情可登陆 3w.suni.com 游戏神器 更多超值促销 仅在苏宁易购 中国电信TV189院线 抢到来齐更多精彩高新大片 尽在YF.TV189.com 左安龙携手百味名家 邦尼一对一盘中深入 解析个股动态 为股民说话 帮股民赚钱 更多内容请登陆 GP.189.com 金币传说游戏纷纭 与上海通药全力打造 全球首款推幣养成类卡牌游戏 看比赛推金币 尽在3w.gamefy.cn 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信息下载哦 极联赛2013赛季指定赛事用意 由DX Razer亲情提供赞助 DX Razer王者座椅陪你去战斗 极联赛2013赛季 由极联赛首期视频合作伙伴 风云直播合作播出 风云直播最专业的游戏直播平台 好了 每次听完你 Rub完这一段 我觉得好厉害啊 那么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呢 是WE 对阵WE清聚 那么今天也是比较高兴 很激烈啊 碰到我的老搭档了 四老爷 然后你边说 我碰到我的老搭档好开心 然后一边瞄着新妹子 不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我们今天是一个组合 我想说本来我觉得 老搭档见面应该是那种 但是他一见面就打了我一下 然后分外眼红是吧 他一见面就 主要是枪帽子能抽了一种好牵 让我非常的开心 然后今天枪帽子是被黑了吗 你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啊 其实对 确实是清白的枪帽 其实呢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 刚好是IG的两个队伍和WA的两个队伍 是碰到了一边 真的非常开心哦 为什么这么冷这句话 你这样子说我就有点 我的负责感觉越来越沉重了 我干脆什么时候请你吃个饭 我尝一下吧 好好好 我们还是先看今天的比赛 那说到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我觉得我们三位中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也是苏晓妍啊 你觉得这两支队伍目前来讲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在一起经常训练嘛 互相的了解可能说是比起就是其他的就是两支队伍来说互相了解更多一点 你觉得清训现在的这个就是实力状况和目前和WA在刚换了阵容之后的这个较量 你觉得他们的机会大不大 其实清训的实力一直是很强的 而且这支队伍的话作为一个新兴的队伍最近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所以大家一般都是比较看好他们 面对他们应该说同门失踪吧 他们经常在一起训练 而且最近由于技能赛打的是S3的版本 所以也找不到其他的队伍愿意跟你训练S3 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两个队伍互相之间训练 这段时间来说应该也训练的场次比较多了吧 大家都是有输有赢 所以清训今天也是非常有机会取胜的 但是W1队吧应该说 然后跟清训队比的话 他们两个队的风格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可能清训这边由于大家都是比较年轻嘛 所以更有冲劲一点 对更激进一点 这个昨天我们也是解说过清训的两场比赛 对不管打哪个队的话 基本上都是如果前期我能打崩你 那我后期就很好赢了 如果我前期打不崩你 可能后面团战面对经验姥姥队伍会稍微有点乏力 草莓真的是很火很多妹子真的好喜欢 从去年开始都是 只要念到草莓的这个就是 屏幕移到草莓厂下的这个尖叫声会比较多一些 是的 那么它的厂 四杀两死八助攻 对 作为一个上单草莓可以说它的这个状态一直都很稳定 这边 这里的话是WA 上面的这个XR 孙岩 孙岩 厂军击杀三 厂军死亡五 助攻期 那么它这个战绩和草莓比的话 感觉它可能打得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坎克型的上单去卖肉的 在WA画完人之后大家都感觉明显感觉到草莓比以前carry的多了 有可能是它心理方面觉得来了几个新队员嘛 可能自己也跟了一个老队员 对 可能心理上会对自己有一些暗示 所以最近打的也是状态很不错 对 这个比赛我之前也是有看 而且WA就是在换了人之后 他们磨合的还是非常快的 好 这边的话是WA的打野 弱 那么它的厂军击杀四 厂军死亡四 厂军助攻十一 感觉的话也是一个 就是助攻非常多的一个打野 弱的节奏还是带得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大家最有印象的就是他在大龙那个地方 那叫瞎子 把蜘蛛给踢进来 弱的话我感觉也是作为一个 之前一直在打直播 而且关注非常多的一个选手啊 那么他在打了职业之后也是 一直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这边是清逊的打野 还会智宏 那么他的厂军击杀五 死亡三 助攻十一 也是助攻非常多 感觉同一样的 那么 助攻也非常多 对 甚至说是厂军击杀会更多一点 对 能看得出来就是WA的打野也是很强的 对 他们前期节奏那么凶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中 也都是比较激进的类型 对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一下队员之间 他们两个 他的瞎子 我记得也是打得非常的不错 而且新来的三人有一个比较就是目前末期的一个搬人就是蜘蛛对虾子 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人搬的话 要么两个都放要么两个都一起 对 就是两个人要不然一起被搬掉 好 这里的话是WE的中单 4KM 金虾是6 死亡2 然后是助攻7 很高的一个KDA 对 陈志远 就大家不要看他现在这么沉默的样子 然后你要冒什么内幕 其实他场下是一个很活跃是吧 对 画非常多的选手 画多不说 而且我觉得还是挺腼腆的 还是蛮萌的 对对对 年龄也比较小 我对他的印象 好那这个一下突然就更萌了 西叶 那么也是WA队的中单选手苏汉维 是的 场景低下午 死亡3 助攻8 同样的也算是就是KDA非常的高 也是非常厉害的 西叶昨天的两场比赛 我和V姐说过 也是中路打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这两个选手一个比一个萌 对 中单选都在比萌 但是一个非常有实力 而且挺有个性的选手 那么也是我们看了一下 就是双方队员的一些数据 我们也是大概对这两支队伍 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他们今天同门之战 看一下就是WA 其实作为就是WA清顺 我觉得就是他们现在是一个 证明自己实力的好机会 面对自己的长辈的WA队 但他们现在的话 今天无论输赢 一定要打出自己这个最佳的状态 这样子的话 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也是会对这些队伍 有一个更新一层的认识 是的 对 那么希望他们双方都能打得更好一点 然后WA这边的话 也是换了人之后 希望他们这边 还是能打出和以前一样的一个老配合 希望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 像WA队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对WA这个队伍 已经是看到的比赛是太多了 WA队最近由于他们ADC 是家里出了点事情 所以是紧急回家了 然后他们去租界了一个 租界的ADC 这个租界的ADC 已经是火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故事就是 很搞笑 就是之前因为不知道 WA已经晋级之后 会在半局赛打哪支队伍 所以临时出了事之后 然后清聚那边 就是也很着急 临时找不到ADC 他们在想要租界哪个ADC的时候 还有去问微笑 说你觉得哪个ADC比较好 然后他们就最后就选择了一个 最后跟他意见 选择了这个选手 然后 如果你要让我推 然后出来一下 他们半决赛就相遇了 你懂吗 我懂了 我说你要让我推荐 我肯定推荐西卡 最近租界最多的就是他了 好我们也是回到这个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第一场的BP 哇红色WE 蓝色WE 两边的这个队名一模一样 那么左边是WE A对 那么右边有草莓在的 对是WE 你看这个草莓的ID 对草莓直接就叫了草莓 嗯 那么这里的话来看一下双方的搬人 首先是清迅这边是搬掉了稻草人 然后还有努努和龙女 那么龙女和努努 这两个点其实都是经常会被搬掉的 然后稻草人这边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针对 持之六个英雄估计不管打几盘吧 之后应该都是会被搬 对那么WE这边在你拿的蜘蛛 我搬了盲僧之后 估计会拿到安妮和这个奥巴马的这个组合 目前也是比较流行吧 这个下路会打得很凶 因为目前蜘蛛没了 瞎子也没了 那么现在打野位的话 还是要更多的去考虑一下其他的位置 其他的英雄像位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时候感觉WE也是比较犹豫 因为有安妮有卢西安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包括九筒啊 上单啊 现在好像很多的队伍都不会选择 很早的去拿AP除非抢 一般都把AP放在最后 现在还是值得抢 对 我果然没猜错啊 是这个安妮加上奥巴马 那来看一下清迅这边啊 是秒选了上路老鳄鱼 那么之后的话看一下 他们继续会拿一个什么位置 现在上路有了 野区有了 少的是ADC辅助 机器人吗 我觉得昨天也看到 昨天那一盘的话 我觉得是 平衍宁那一盘也是 感觉不在状态 还是说是在冲动啊 对 经常抓不到 关键的几勾没有勾到 是那最后是选择 如果说WEA这边 在紫色方的话 他们肯定是最后一手 留给西叶康特的 但是这场他们是蓝色方 所以看他先选的话 闻不到就是康特 不如这边先把前选给抢了 那他还是相当于 可以康特一下这个学选 你觉得发条可能性大吗 基本上应该 我觉得不大 就是目前九筒打发条的局 还是蛮多的 对 不过这一场 别人先拿了九筒 你拿发条挺亏的 不好说 因为这一场可以看到 蜘蛛啊鳄鱼啊 并没有一个 而且西叶康的英雄特别多 可以和发条就是 能开爆大招的 所以你有点猜不透它了 来看一下 这一盘西叶会用到谁 那么草莓也是用到了 自己的成名英雄之一 现在上路感觉 就只有那几个英雄吗 就是龙女啊 龙女 鳄鱼 鳄鱼 这三个也是最常见的 是的 哎 还是发条吗 因为这样 边际玩都是他们俩公路 对 如果你有看到 这女赛 应该就感觉到 Ambition拿了发条之后 被对面九筒 简直就打爆了 九筒单砂发条很容易 但是发条单砂九筒比较难 Faker也是给大家 证明过这一点 感觉西叶是一个 特别自信的选手 然后这一场 发条不是重头戏啊 这一场是出现了一个 超超超超超超冷门了 对 厄加特 S2的时候有流行过一段时间 这是S2 是一个比较无耻的ADC了 就是又肉 输出又高 而且打团的时候 又有一个很好的先手 作为ADC能抢先手 但是在被削弱了之后 这个英雄就几乎就是已经 冷板 我感觉已经有 至少几个月没有见过 在比赛里面出现的英雄 最次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都没见过 对 很久和你 你别说你没见过 我在解释了这么多韩国比赛 也没有出现过 你都没见过吗 对 感觉这应该就是 要么就是这个选手 自己的爱好 对 要不然他们就是 想打一个套路 对 有一个套路 昨天临时商量一下 觉得这个英雄 可能对他们这个阵容 有所帮助吧 现在厄加特为什么没有人选 我来给大家先普及一下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他六级的这个大招 跟闪现的这个距离差不多 就几乎已经没有距离 他可以把人换过来 但是以前你离这么远 我能把你换过来 现在你在这里 我才能把你换过来 所以说在六级 就前几级的时候 根本是没有什么威胁性 但是我们也是要 比较期待一下 这个清迅在面对 这个WE 放的这个大招 怎么样 能打出什么效果 那么最后的话 WE最后也是给了 若拿了位 差不多目前S3 基本上就是说 已经被人玩透了 所以说就那几个英雄 你搬完 搬的剩下的就该拿 那边是 虽然说阵容看起来是 比较 除了这个厄加特这个点之外 还是比较 就是常见的一些阵容 除了厄加特 我感觉其他的 都基本上是拿到自己 想拿或者是比较擅长的英雄 对 厄加特这种英雄 我还有一点就是 妹子们好像都不太喜欢 他那个外情 有点像科学怪人 电锯狂人那一种 没有他是我刚玩 英雄联盟的时候 有玩过 你玩过 但是你肯定不会喜欢 还喜欢吗 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 我感觉你玩英雄联盟 也是合不一差不多 我会因为外面而喜欢 对 是的 好的 我们也是进入到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好 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这个一集团 蓝色方是WA 然后紫色方是WE 对 那么我们也是为了 这个解说起来比较 让大家能听得好 我就觉得 我们A队就叫 清讯就可以了 好 清讯队WE 来看一下双方 这个一级 好像都没有打一级团的意思 因为从小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都是在首路口 那这样子的话 好像辅助也是不能把眼睛 做到对方的野区啊 只能说是在河道 做一下这个视野 看起来是要正常兑现 那还得挺期待这个 这个版本的螃蟹 在线上能打成什么样 而且我在想它会不会出魔踪利刃啊 因为这个装备对螃蟹来讲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但是这个装备又是相比起现在这个节奏 就是比较拖节奏 在它流行的那段时间 大家还是经常会出这个装备 我记得在我印象中 就是它流行的时候 好像是S2 而且魔踪利刃就是 都是这个 会买到残暴之力和大冰心 就是前期一个减CD的一个流派 好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分路 目前WE队 其实这边双人路下路蹲了一波 但是被眼睛给看到了 所以WE这边好像直接把双人路晃到上路去了 那么锤石加上螃蟹这个组合 可以说在线上 就是直接击杀掉对面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进攻性特别的强 因为螃蟹的前期 它的这个Q技能配合上 一技能之后的话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可以打到你 这个消耗能力是非常强的 相比安妮加上这个奥巴马的话 是会强势一些 所以说 我记得它Q技能也是削过 就以前你意到很远都能Q 以前是最大的一次削弱 不光是它的大招距离 再就是你意到它之后 Q技能追踪的这个最大范围 直接被削了不少 所以说就导致以前 以前线上会特别强 你能Q到 本来能Q到三下 现在只能Q到两下 只要对方一直往后退 那么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观众朋友们可以登陆我们的 bbs.gamefoy.cn 然后进入我们的甜蜜之家 可以给我们互动发帖 对 那么也是唯一会找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帖子 会直接读出来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互动 是的 那么来自论坛480楼的同学说 菠菜宜啊 WE加油啊 拿下比赛 不然要陪光光了 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玩家 都已经在论坛 都下了自己的菠菜 现在目前是狮子狗去队到锤石加上厄加特 那么在线上前期 感觉锤石和厄加特就清讯这边把这个注意力集中放在了塔上面啊 并没有说是一直去在塔下去点这个英雄 相比之下 我觉得安妮加上奥巴马这个推进能力会更强一些 但是他们上路开始并没有推进 对 魏在刷野 但是蜘蛛已经入侵到了这个塔后 不过这边刚才能看到草莓这里是有一个眼睛的 所以说应该他心里有谱 手上有一个闪现 感觉清讯是经常打那种月塔强杀的 对 他们对这种月塔的伤害计算和承担 都打得非常的娴熟 看一下这里 魏也是来到了中路 那么发条这把兵线推掉之后直接跑掉 还是比较安全 目前下路之路已经开始对打 那么草莓比较危险 垂石是没死掉 那这样也来草莓加FB了 果然是塔下强杀 失传多年的医学战术 今天又看到了 这个典故你知道吗 就是W草莓一旦浇了医学 然后经常这一盘就W会打得顺一点 是这样吗 这叫医学战术 这个很广大的W 全都流传已久了 流传已久了 去年就有这个典故了 大开眼界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拿来FB之后呢 是厄加特 垂石两个人的状态都非常的差 所以说必须回家补给一波 那么FB是给到了ADC 还是比较赚 直接回家 高富帅啊 直接就拿到了这个女神之类 加上一把白剑 如果换路的话 他出这种成长性的装备 来说压力也不大 对 有一段就是给你去成长的这个空间的 本来狮子狗这边混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鳄鱼之前 由于 这个奥巴马加上安妮空了一会线 所以他还回了一次家了 对 结果那次月塔强杀 导致他现在应该跟这个鳄鱼也是差不多的处境 而且狮子狗这个点就是在三级之前比较弱 因为不管是EV1还是EV2 它的这个能量攒的有点慢 只有两个技能交替 所以说刚才选择的那个鸡沙草莓的这个时间也是比较不错 算的比较准啊 对啊 嗯 这就这波好像又过来了 还是同一个地方 那这次已经没有演了 估计重施的节奏 但是这波草莓撤的比较快 最多是打一套技能而已 随时跟 点个灯回来 快到碗里来 你才到碗里去 我在想 你们俩要没人说的话我就自己说了 独角戏 千万一个人永远都是在自嗨吗 什么东西 自嗨 一波击杀加上一波骚扰 下路塔已经被青群这边摔线拿到 对 蜘蛛也是非常照顾下路啊 所以说这个下路塔破的会比这个上路的塔快一点 那么WE这边也是很快就能拿到自己家的这个第一个塔 青群这边的上塔也是只有一点点的血 而且由于WE这边双路在上路 所以这只小龙看起来轻拼也是 很有想法 这一波未见事不妙 先往后撤 目前是四对二 九筒没来 那看来这只龙要让掉的节奏 应该是拿到了 垂直的一勾没勾到 那么前期这边青群打的还是很不错 有点进入他们的节奏 对 就是这种月塔强杀 特别是由于已经换路了嘛 所以三个人去击杀对方单人线 这个对方应该是很熟悉的 嗯 主要是分担好这个谁先顶塔 然后谁先谁输出 只要把这个分配好 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这边上路也是塔要掉了 对 他已经被打掉 那么双方的塔是已经追平了 一比一 但是由于有人头和小龙的这个优势 一杠零 嗯 清迅的经济是领先了一千二 这一盘的话可以看到 中路两边刷的真的是比较紧促的 两边的补兵摇得很紧 前期九筒会吃点小亏的本来 如果发条这边压的够紧的话 九筒前期补兵毕竟是近战嘛 但是现在他这个步别还是非常 对 差不多 而且我已经到六级了 但是目前还没有进行过杠格 所以他这个大招 看看他等会会用到哪一路去 嗯 九筒六级以后可以考虑去其他路帮个忙 也可以考虑把打野小伙伴叫过来 然后自己利用大招把对方炸回来 然后再去击杀 我记得以前在包括 嗯 旁锡电话流行那段时间都有一个弊病 就是他的到后期输出能力很差 对 他基本上就是前期线上打一个压制 然后中期的输出还算不错 但到后期来说相对于一般的普通ADC 他的输出就不够看了 而且如果真的以前就是在S2的时候 打到旁锡ADC的局 一般情况会拿一些节奏比较快 就是推进比较快的阵容 不给你打后期 要不然就是会在打野和上单这两个位置上面 找一个位置去打一个输出点 对 不然的话会很缺乏输出 好 这边发条拿到 这是拿到对方的这个蓝吧 蓝吧 又偷了一个蓝 这个时间把握得非常的好 那么现在 酒桶要面临一个没有蓝的日子 看一下酒桶 酒桶是不是要去 那你拿我家我拿你家吗 对 我看他好像有点像走过去 但是胃不在 他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去太危险 有点累 对 拿了那么大个桶子还跑那么远的路啊 理解一下 小胖子 这个何止叫小胖 你可以叫我小胖 酒桶就已经成了老胖子 好吧 这边双路换下来的话 如果W这边线压的过前 他们是有被绕后的危险 因为他们这边已经没有躺了 嗯 现在胃是卡了一个视野 这个眼睛也是还没有消失 大概应该有十几秒的时间 现在胃在 这个中路也是给予了戏非常多的保护 星星给了三个眼 但是没看到胃 不过 那胃在那个草丛出来应该被看到了 已经被看到了 对 所以说它的位置是暴露的 所以发条这边 非常小心 能看得出西野是一个很谨慎的这个中路 应该说看得出来 西野是轻视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嗯 一定要保护它的发音 右上路 这个也是非常长 单沙草莓 草莓这边 啊 位是开大招救 能不能救到 能不能救到 下一个Q应该是要好了啊 没救到 那么为自己有点危险 但是酒桶关键是个赶了过来 感觉这个鳄鱼先是要跑不掉的节奏 哎 Q空了 哎 这个大招没到 距离不够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击杀鳄鱼应该 残血 还是有机会了 鳄鱼没 啊 没有烧死 结果是在中心 没有去追鳄鱼 反倒去把这个火力给到了 蜘蛛 闪失过去一个大招 拉到位 位这边感觉 血量也非常的低啊 但是在塔下 对 这一波没有杀掉鳄鱼 太亏了 刚才酒桶太着急啊 操之过急 其实刚才那个大招 只要炸到的话 一个点燃浇上去 这个鳄鱼就挂掉了 其实他没有那么 没有必要那么急着放 对 操之过急 就那个人头感觉已经是必杀了 嗯 所以可能就想 也免得节外生枝 想拿个大招收掉这个人头 结果还真节外生枝 对 还没炸到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然后节外生枝 是 而且这波去上路了一会儿 现在对方刷上路 又换到中路 配合这个发条 一起强行的推一下这个塔 这个塔的血量也就被消耗很多了 但是发条这边没有大招的 安妮又闪现过去 但是 对方是四个人 队友能不能跟上所有的输出 才是关键 酒桶这里 好 发现情况不对 闪现回去 嗯 那么酒桶的大招没有赚好 这没办法 打不出爆发 这波安妮虽然是给到了晕 也是晕到了发条 但是由输出都不赞 而且酒桶大招没好 毕竟是对方四个人都在嘛 是 而且刚才大家可以注意到的 就是酒桶啊 就是Suki他也是一个很注意细节 在塔下的时候他的酒桶 在丢掉小兵他没有第一时间爆 就是他想把那个伤害 把这个车子补到 能看得出来 真的是也是非常的优秀的选手 嗯 11分钟2-0 2-0现在是经济差了 我数学 我斑斑指头 2800 而且中路塔也拆掉了 对 这个中塔破的比较早 11分半就破掉 这边清醒来势汹汹啊 是 感觉这盘草莓挺悬的 就从一开始 这个三人月塔 对 连续两拨骚扰之后 一直被照顾 现在他感觉去哪一路都挺危险的 草莓醉了 草莓可估计 呃 这两天没有跟清醒的人在一块吃饭 是 被疏远了 上来就先找你的麻烦 好可怜 对 鳄鱼现在有一个人头在 少56刀 草莓这边0-2的开机 只有38的补兵 可以看到装备也是非常惨 差的有点远 对方还有一只小龙的经纪呢 现在清迅的这个开机打得很好 但是 小燕也刚说过 就是他们对就是可能说在中期的节奏处理上面 会有一些经验不足 应该看一下他们这场的团战打得怎么样 对 我觉得这一定要把雪球滚好点 其实 他们现在已经拿到了很大的优势了 是的 这两个外塔破掉 对他们继续绕后啊 包抄啊 这种强抓也是比较的好处 而且他们拿到了两只龙的经纪 12分半的时候啊 清迅又再拿到了一个小龙 好的 那么来看一下论坛 来自487楼的同学说 求教一下枪炮啊 厄加特的QE是AB加成还是AP加成的呢 为什么他的出的装备很肉 还可以打ADC呢 厄加特的Q技能是AD加成的 然后他作为ADC 其实说是一个特例吧 就是注重打线上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ADC 就是靠物理输出去打人的 那么选到厄加特在团战中 其实就是有AD输出的肉 可以这么理解 并不能把它叫成一个 纯粹的一个物理输出 哦 原来是这样 那这位同学也知道了吗 现在面对前进 基本上已经是非常劣势的一个局面了 看W这边要怎么处理 那么 唯一一座外塔 也已经血量不多 感觉只要有人敢上去 基本上就有人要过来了 可以看到这边螃蟹 已经开始往上走了 虽然我也在这边反蹲 但是这个塔的血量有点太低了 这边没有上路的萌多 但是 我可以说一下 就是目前W这边 唯一的比较顺风一点的 就是微笑了 他的这个补兵数 还是比这个厄加特要多出 二十多刀 因为换路 所以两边的AD 基本上没有什么骚扰 但是厄加特手上有一个FB的 这个经济也是不能忽视掉 我们看到厄加特的出装 他在买了这个魔宗利刃之后 合成残暴之力 那这个又买了一个红石套 他应该会不会很早的就把黑切做到 不确定 因为也没有看他做这个冰拳或者冰心 而且由于第一个 第二个蓝buff是被发条给偷了 所以这边九筒发育也是受了一些影响 受到限制 九筒这边还是没有能做到邪恶圣杯 发条的话已经拿到了邪恶圣杯 在这上掉了一个塔 更苦了 对 现在清迅感觉就是 清出于蓝胜于蓝的这种感觉给人 是的 2比0 然后是经济领先了也有4000啊 比较凶啊 15分钟4000的经济 两只小龙两个塔吗 刚好 说明补兵还是没差太多 节奏特别快 这一盘的话还算是 就是清迅的这个节奏带得很快 是 现在感觉W就是想拖 因为前期节奏已经被清迅给带起了 而且W这个阵容 打后期比较厉害一点 直接拖大龙 现在才15分钟 那么在这个时间 没有眼睛 15分钟是大龙刷新的时间 这个刚出生的一个大龙 这个好像是要成功了 就被直接这样打掉 完全没有任何人意识到 没有人发现 我觉得清迅应该也是看到这盘的一个优势之后 提前在大龙这边先做了一下视野 发现你这边完全没有眼睛的情况下 他们直接是准备 已经想好了这盘要先打大龙 所以蜘蛛直接是带了个药水过来 而且蜘蛛打龙是一个非常快的英雄 有百分比的伤害 然后鳄鱼的话又非常能顶 是非常顺利就拿到了这个大龙 这个龙一拿立马 这个经济又拉开了两千 是 这波龙拿的确实非常厉害 感觉清迅真的是有备而来 对 感觉昨天应该是商讨了半天 整晚这个15分钟拿龙 整晚都没睡好 商讨了一夜 对 其实在韩国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比如说一个俱乐部的两支队伍 那么他们两支队伍是谁的成绩好 谁好像会能成为这个一队 就作为主队 然后另外一个作为副队 所以说在韩国的英雄联盟这边的俱乐部里面 同门之间明争暗斗也是能看得出来 就是经常他们能在比赛中碰到的时候 都是拿出自己权力的 这个肯定不可能说有存在让的 两边都会响应 从这场来看出来 清晰也是准备了很多 对 吃饭的时候也是要快打起来的叠奏 毕竟大家职业生涯都只有那么紧 是的 所以肯定是想为了更好的成绩 对 而且其实说到同门战也是 就是新队证明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对 清晰看今天第一场来势汹汹 但是WE作为我们中国也是老牌战队的话 我觉得在抗压方面他们也是做得相当好的 他们现在肯定是想稳了 对 因为对方刚刚拿了大龙buff 本来就是经济上落后 然后对方拿了大龙buff肯定要避其锋芒 对 直接缩塔就可以 毕竟这会的话 强推高地是有一定难度 那么只要WE这边安妮手上有大招 就并不是说特别特别怕 勾到了一下安妮 这边已经给了一个眼睛了 在中路号一下 那安妮也是知道 这个地方有点 她想从这边跳大 机会可能也不太成功 对 上下无路兵线的话 现在看起来对清晰这边还是不错的 所以他们选择拿了大龙buff抱团 想找找机会 有没有机会拆一下这个二塔 好 这边 罗西安已经被消耗了 非常惨的一波 直接半血 螃蟹这边是 已经拿到了黑切啊 所以说这会儿 它的输出还是很可怕的 你想 奥巴马只有一个三项 螃蟹现在是魔踪加上黑切 刚草莓这个想 从侧边切入的位置 也是被对方的眼睛给看到了 草莓直接去下落了 再等一摸冰线 这个时间的话 如果五个人在中间 中间号也不是个意思 只要有九桶的 aoe 这个 不知道他们看到对方差一个人 这个二台应该是掉了 嗯 走了 现在草莓是必须要赶紧发育一下自己的装备 作为前排 一定要肉起来先 这个S3的版本带了药水之后 对野区还是很有掌控力的 对 不像现在S4 来看上路这波五人集合 九桶直接被溢了 直接被换回来 然后 九桶一个闪现加溢 哎 一个大 给躲掉 这波的话 强打 我们看到轻薰这边想强打 位置 已经被秒 发现这个大招也是拉到两个 水量非常长 位置还是想换鳄鱼刚才 蜘蛛飞天 蜘蛛飞天 走掉 这边草莓切入 感觉对方应该是杀不掉了 草莓先收掉了一个人头 是点燃点掉的 刚才可以看到就是 弱在觉得自己活不了了 想用大招在塔下换鳄鱼 可是鳄鱼最后一丝水没死透 这下没办法 目前三杠一 还好这下没有塔下直针秒到九桶 对 九桶也是 被遗到之后 反应非常迅速的一个二段位移 逃开了 二十分钟三杠一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装备啊 每一路都有一定的领先 又一个蓝buff 这个 九桶这盘想哭了 对 安妮还要被抓 哇 安妮过来看一眼 这小线逃走 这一勾简直是准 有眼睛神勾 对 预判的非常到位 因为她这个角度稍微再有点偏差 就勾到狼了 就勾到三郎了 对 这里W想打小龙啊 但是目前装备有劣势 而且安妮不在的情况下 鳄鱼的这个绿光消失之后 他们也是选择了回回头啊 不给你打了 赶紧去打 又一只小龙 现在是三只小龙加一只大龙 八千的经济 还有三个塔 这个团队经济来说 心绪已经是领下了太多 对 就能大招去救一下微笑 鳄鱼又带了这个小绿光 我感觉 拉了回来 有点孙燕姿的意思 绿光 绿光在哪里 你又要开始唱起来吗 偶尔吗 嗯 放松一下 缓解一下这个紧张的气氛 那给大家唱一个好了 这这不是唱歌节目吧 昨天还跟我说 哎我唱歌很好听 哎真的听不下去了 我只是在缠 其实她的每个妹子都是这样说的 这样吧 你不要信 他刚开始跟你说的时候 他也说自己唱歌好听 你们俩说 拆脚法能不能对着我说 好 那么继续看一下比赛 这会的话是草莓的补兵啊 终于也是追上来 也是一百多道 我们看一下 OB是给到了经济状况啊 上路是6800对5100 领先比较多 中路7600对6300 ADC这边的话是 也是有1500的这个优势 不 辅助这边也是2800跟4800 有2000的这个经济差距啊 团队经济嘛 对 基本上现在领先全都是团队经济 所以分到每个人身上都挺多的 感觉垂师这边的话 是可以随随便便带400 但是安妮这边的话和打野 他们的400 过到了 我这边好不容易带了个400过来 抬野好像还在夹 Q走的话 看发条有没有 躲了一个E漂亮 那这边的话没有闪现还是走不掉 各种减速多 好酷啊 这个就没办法 就直接被围O了 我只是想排个眼而已 好惨 这个蜘蛛 这边弱是买了一个小魔炕 但是蜘蛛已经出到了鸟盾了 已经 现在清迅的团队装也是出的非常的 大会已经刷新 第二次大龙时间清迅也应该是算准了 而且这波位是死了 还是更好 要打起来的话就是 清迅还是有优势 但是清迅那边选择了 蹲 还想强行给这个螃蟹盾上去换一个 抢先手 其实螃蟹比起鳄鱼和蜘蛛来讲的话 它是去让发条打大招是更容易一些 先换回来你一个 然后人群里面发条再拉个大招 我已经活了 那这句大龙肯定不能让你白打 对 那么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 不要忘记去我们的官方论坛去发帖 在我们的bbs.gamefly.tv 然后在精迅之家 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和我们有一个直接的互动 互动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话题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枪炮啊 那么这波由于有400 而且有垂时 这种能够先手的辅助 所以即使是在野区埋伏 感觉W这边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对 像安妮的话 虽然说她的先手控制比较迅猛 但是她要打先手 太依赖闪现 而且她最好是有视野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希卡的这个装备 好惨 惨不忍睹啊 小眼石都没有拿到 这场也是不得不一直在买眼 那劣势局的辅助在S3真的是很难玩 对 劣势局 又开房了 易到了位 没法玩 位这边走不掉 对方装备太好了 死之前是反手交了一个大招 但是 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面对对方这个叔叔来说 位现在的装备 基本上不能承担一个前排的作用 基本上目前就是这个局面 他最多就当一个控制的 我已经是零杠三杠一 零杠三的这个战绩啊 真的不是很理想了 鳄鱼刚才也是为了打团的 这边其实杀了两个人 而且杀了打野之后 继续打大龙 感觉大龙会第二条大龙 完全没办法抢 那这条大龙打完的话 经济就快到一万了 那一万直接一万 现在轻轻的优势非常的大 对 可以说这一盘只要稳一点 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这盘只要不被W拖到 非常非常后面 就是导致这个螃蟹和鳄鱼的作用 已经降低了的时候 那么轻轻这盘还是 感觉鳄鱼就是 基本上已经 35分钟是它那个峰值 就是从35分钟再往后 越来越走 它这个能力 走下坡了 再走下坡路了 现在螃蟹的出装 应该要做破甲 买了CD鞋 这样子的话 它自己的技能会赚得非常的快 可以注意到螃蟹的一个Q 加一个平A 这场游戏器具 已经前期打得太顺了 我们都没有怎么看出来 这场拿螃蟹的作用 对 基本上现在这个螃蟹 就是走过去大你 根本不用考虑 你就跟着团队一起走 装备已经很有优势了 我直接上去就跟你开大招 是的 那么来自论坛499楼的二货城老大 他说这 今天菠菜要坑了 我敢赌 今天也是 就是菠菜上面压W的 还是会多一些 对 应该是的 可能会坑吧 看起来第一局是 对 还有 挺悬的了 第一局这场 这一局的轻逊 确实是打得太棒了 不得不在 上来就是难道的优势 然后一直保持到现在 现在鳄鱼身上也是两件神器 已经极齐啊 日眼斗篷 加上这个振奋铠甲 这发条这么优势 情况还很稳的做个中压 对 这种做法其实是那种 就是面对对方有超级 大冲脸 完全不给你机会 这个位就算你大到我 你大到我 你也别想秒掉我 双抗都已经起来 现在发条应该在做法穿 就放弃了帽子这个装备 不当一个纯宝发达 这感觉都不是希腊的性格了 为了赢这一局 能看到他们确实是 还是有一些改变 对 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一到九筒 发条 发条这个大招开的不是很理想 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这个塔应该能守一下 对 那为了血量挺低的 还是要看一下九筒的大招 开的如何 九筒闪现 但是没打回来 那九筒闪现也是交了 再被溢到就挺危险了 现在这个塔的血量 还有一半多一点 对方又是大龙buff的情况下 肯定要是给你炮了 垂时现在状态一般 所以说 它也是藏的稍微往后一点 这个塔绝对是 有大龙buff如果 蜘蛛直接开鸟盾 实在守不住了 这个二塔也是只能放 那现在七顺的结构是比较好打 就是有大龙的时候 我就借着大龙buff推进一波 没有的时候 我可以在你野心 牌牌眼找一下机会 就是按照他昨天和YG 打的那种性格 我一个大龙buff 恨不得把你老家都推掉 就是直接就住到你家的 但是由于他们俩 可以太了解了 所以他也知道 如果你给我找到一波机会 很有可能 就把这个局势搬一下 这盘又没那么稳了 所以现在这个优势那么大 也不想葬送了一个优势 有小龙buff打小龙buff 然后没有 就感觉不好推了 我等大龙buff 总之这会儿的话 就是S3一个滚雪球套路 就把你野区资源全都占光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差距的话 W5人跟这个 亲戚5人在外面打正面 是毫无胜算的 装备差的太多 这个鳄鱼可以说 暂时来说打不死了 现在W就只能守一下高地 然后看看对面在强插高地的时候 或者会不会有一些 抓一些失物 这边KK是要去推下路的二塔 二塔只能说 向上现在先守一守 这边一个大招 拉到了草莓草莓这边交到闪现 又是打了一个 刚才是九筒交了闪现 这一波的话 失作也没有闪现了 那么现在局势还是对于这个 轻讯来讲很有优势 就算是这边大龙buff没有了 但是我们这个装备优势太大了 直接顶着拆 打了二塔就走 打方向全都不太疼 打到这一会儿的话 塔的攻击已经可以忽略掉了 这台青春真的打得挺稳的 太稳了 就是我都觉得 这不应该这么稳吧 这不能够吧 不是我都感觉这不是西叶的性格 不光是西叶 我觉得很多队伍打到这种情况下 根本就是上高地的节奏 所以可以证明他们是非常响应的 嗯 心切 沉稳 好拿了一个法穿杖 那现在这个发小的输出 有点吓人了 对虽然没有帽子 但是出了法穿之后 现在的话一个大招 就不会像刚才那样了 继续在你野区排你的视野 然后给你压迫了 现在九桶是帽子 加上这个大胜杯 也是输出还行 是的 30分钟7-1 这个比分的话有点大 对螃蟹的装备 已经是非常的好了 而且螃蟹在出了海赫斯之后的话 它的抗性也是能撑起来 我觉得最后一件装备 可以考虑出 就是加护甲的装备 把双抗往起顶下 或者直接被出一个复活 对复活也不错 就为了冲高地嘛 大家可能也会选择这个装备 现在微笑是补兵术 虽然不错 但是没有人头紧张 身上是只有三脚和破甲 原下补兵差不多的几个位置 装备差了超级多 各种大小龙加上塔 对 现在W已经被压制在高地上 下不来了 下不去 高地就是必须守了 所有的外卡都已经拆掉 清迅这边 出来打呀 出来打呀 然后W这边 你上来啊 你上来啊 有本事你来打我 对有本事你来打我 大龙还有半分钟就要刷新了 那么这个时间的话 清迅肯定是要等到下一只大龙 拿到第三只大龙 对 他巴不得W这边 直接再刷个复活甲 我们再冲一波高地 对 有复活甲之后再冲 这会的话 清迅 巴不得就是你出来跟我打 打同团 我在这边勾引 但是W的话 我觉得 他们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 还是最多选择让为一个人去玩命 抢龙 看能不能抢到 但是视野是个大问题 对 感觉这盘400带的有点晚 就是前期已经被对方拿到节奏之后 不能再让对方 就是占了视野上太大的便宜 对 就未带药水 可能也是自己发育不是特别好吧 带的特别晚 然后刚带就被对方抓了 还好的就是S3的药水不会掉 对 就放到S2那就太伤心了 一把泪 然后这边 大龙已经刷了 现在清迅也是把大龙的视野先做好 螃蟹再往大龙这个方向再赶 这只大龙 你不去手也刷不过去 但是你过去手还有可能被埋伏 被埋伏了之后就直接一波高低 其实都不说埋伏了 就是就算是清迅正在打大龙 转手来和W打这个 这么高的13000的经济优势 也真不怕 刚才螃蟹也是从下路赶过来了 那现在是所有人都集合在大龙 你看到清迅一直在大龙这发心 不要上不要上 求稳求稳 还是往大龙团这边走 好 垂石在作眼 那么这一会发条 螃蟹蜘蛛三个人已经开打 这个大龙打得这个非常的快 哎 这就是想先秒垂石 对 连人家直接开大招 但是位闪现下去之后 你看到对方这个伤害输出 换了垂石自己死掉 哎 发出一个大招大空 但是这边卢西安被留到 卢西安死了 嗯 发向拿到双杀 一 一花儿 清绪还是转 嗯 有刚刚这个时候怎么打都转了 就算这只大龙被抢了 对清绪来说其实也 不会有影响的 影响影响不大 因为 之前建立的优势已经太大了 可能才能搬回来一点 对的 这条第三条大龙 优势是清绪这边拿掉了 嗯 打得特别快 W这盘难呀 基本上是很难啊 那清绪他这边打得特别稳 都没有什么吃物 毕竟清绪是W的新队 那么在面对老队的时候 就是更想去表现一下自己 你说让让观众 表现一下 对 垫定一下这个印象啊 基础 所以说你看这盘打得简直 稳到我都有一点 看不下去 就前期已经是优势巨大 然后现在已经打了三十多分钟 不敢浪了 而且还没上高地 我姐说过这么多场比赛了 就像这么稳的 就拿到这么大优势 还这么稳的局 还是真的很少 主要是清绪之前优势被翻盘了太多次了 其实吸取教训嘛 对 也算是一种成长 总结经验 我开个玩笑 你比如让我打一场比赛 赢了有一百万奖金 我这么大优势 我都赶上高地了 好 再拿一只小龙 现在清绪还是不停的大小龙 对 大龙打完打小龙 小龙打完打大龙 那么现在什么时候上高地才是关键 我们可以 观众可以在那边 猜一下这个话题啊 其实什么时候才会去上高地 感觉这一波有点往高地走的意思 是的 你轻一波兵 刚才九筒是在上路带了波线 现在赶紧回家 九筒这边四块的武兵 九筒这个AOE对于手这个塔拉转 是很重要的 而且它的这个减攻速 也是比较好用 这波安妮直接大了一下 但是八条金身 这波九筒的大招也是丢出去 但是可以看到清绪这边并没有掉什么血 旁边现在在追九筒 直接拿到双杀 那这波高音师直接破了 一波了 对一波了 我想没法打了 这场真的是差势太大了 感谢 恭喜一下WAA队获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可以看到他们笑得特别开心 对 这个笑得真开心 这个就是露出了笑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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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